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 此举是为了减轻科技加首辅 阿雅克销医学中心重症监护室的压力 另外据了解法国疫情最严重的大东部大区医院接纳能力已经饱和 这个区域已经有2163人感染 61人死亡 重症病房和物资完全不够用 法国空军不得不动用运输机来帮忙 18日法军出动运输机转运了6位上来阴省的重症患者 这些重症病人被装在一个个像盒子一样的转运方舱中运走 此外还有9名患者在17日通过民用直升机转移到了附近医疗条件 相对没有那么紧张的医院 18日上午派出一架配备重症监护系统的空客A330 MRTT型军用加油机前往东部城市 米鲁斯转运6名新冠肺炎患者 此次出动的空客A330 MATT加油机其实是一种加油运输两用机 该机具备极为强大的客运货运级加油能力 关于法军的另外一则消息同样是20日 法国国防部向法国卫生部提供了500万个外科口罩库存 也就是说法军将自己的库存口罩全部交给了法国卫生部 以提供给医疗卫生部门使用缓解当前的口罩荒 精心轻道